Nick Sir 黃Sir, 你來做精營嗎? 富二代, 吃飽無憂米 認罪交罰款就算了 沒辦法, 錢多 總是要給錢給大狀洗一下 你呢? 我來做O司, 但要等到下午 我怎麼有時間 介意我進去旁聽? 歡迎 在今年2月3號當日傍晚的六點 我開了一輛電單車 在黃竹坑巡邏 我突然看到一輛紅色的法拉利 綜紅燈 我即時響起警號上前追折 但法拉利沒有停下來 還繼續加速比喻, 直入難風道 我追了一段路 最後到壽山川道, 才能停被告 法官那一刻, 我沒什麼問 黃Sir, 想問在追折的過程中 你和紅色的法拉利之間有多遠的距離? 大概一百米 那你能否看到車牌? 那天很大霧, 我看不清楚 黃Sir, 沒說錯 根據天文台的紀錄 當日的確很大霧 而且時間還接近黃昏 天色開始昏暗, 能見到只有二十米 黃Sir, 你和車之間相距一百米 看不到車牌是很正常的 但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你這麼肯定當時衝燈的 就是我當事人楊俊希先生? 我確實看不到車牌 但我是全程追著他的尾 絕對不會看錯 什麼事? 被告, 請你注意你的行為 否則會控告你廟視法庭 黃Sir, 你說你全程追著 一輛紅色法拉利的車尾 但是由南風道到壽山川道 中間有這麼多個彎位 你真的全程追著一輛車 一秒都沒有被他在你視線範圍消失? 我在最後的彎位是跟了幾秒 但我一會兒就馬上跟著貼 想問黃Sir, 你是否經常在各區巡邏? 沒錯, 我每天都會經過那裡 你應該知道那一區住的 全部都是非富則貴 那你知道那一帶總共有多少座法拉利嗎? 你不知道, 讓我告訴你 經我查證過 只是那一區的法拉利有超過二十步 單單是這條街 已經有三部同款的紅色法拉利 這款的紅色法拉利 由起步到時速100公里 只需要2.9秒 黃Sir, 你中間跟著幾秒 其實已經可以發生很多事了 事實就是 各位, 衝燈的那一輛紅色法拉利 早就已經在這條大直路加速走了 而我當事人非常不幸運 同一時間, 他剛巧在這時候 出現在壽山村 他根本沒有超速, 沒有衝燈 只不過是黃Sir, 你認錯車 不好意思, 我要做完後才能走 不要緊, 知道你律政司那邊忙了 我知道你趕時間了, 幫你叫一條沙律 你只是吃虧的 高大英俊, 又這麼細心 難怪律政司那群小妹妹 每個人都這麼愛你 細心就看看對誰吧 你別對我那麼好, 我也沒吩咐 我幾乎每次都靠你們檢控來幫忙 我不對你好, 怎麼可以 我知道, 你讓我打扮一下也行吧 誰都知道你眼角高 女神級也未必看得上 小姐 Hazel 很久沒見了 很久沒見了 上次見你應該是… 教授張退休的一次 對, 很久之前 你朋友一個人嗎? 不介意的, 一起吃飯吧 跟兩位介紹 這位歐記高級督察Nick Sir 我師妹, 大律師Hazel Hazel, 你好, 叫阿力德納 很高興認識你 別看我師妹思思文文感 她呀, 我牙尖咀嚕你的 不是牙尖咀嚕你, 是有變才而已 剛才在床上見識過 是啊, 我也見識到 有句老說話挺好的 有錢捨得鬼推磨嘛 好, 我現在明白為什麼 只要有錢, 還可以穿黑幣白 中大狀吧 那又不可以這麼說 做律師的 當然要維護自己的客人 比起我, 我就會找環境證供 壽山村道, 每間都是豪宅 門口實裝了CCTV 一定有部機拍到 被告是幾點出車的 是啊 如果你這次遇到的人是Nick Sir 你一定沒那麼幸運 你是O記, 我想遲些也有很大機會 在庭上交手 樂意奉叛 我趕著回Champers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網絡了嗎 你是禮物機的嗎 甚麼 Hazel是出名門 三十歲未夠, 已經有自己Champers 很多人追 要法律界的女神記得你嗎? 確實要有辦法 是嗎? 是嗎? Hazel是我的伯父 但是你知道你的感情很危險嗎? 那些人隨時把你碎上, 你也不知道什麼事 如果我害怕, 我就不會一個人回來香港 你們這些警察會不會查嗎? 我查 環頭網記報料, 博鄧如硬失蹤 家智, 你到底去了哪裡? 我被人綁架 燈國飛手法, 紙塵手釋 一定要盡快破案, 否則 否則, 很快就有第三個受害人出現 感到討厭